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们终于获胜取得了今年全国大专篮球联赛的总冠军 当赤孔去年刚加入球队时 就引起许多注目 因为他不论在进攻或防守都相当明巧 而球队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大顺 去年联赛的德芬王也很高兴多了这么优秀的学弟 但志愿仗着自己的人气和技术 时常对大顺露出不屑一步的神情 且总是故意向大顺挑战 偶尔几次练习赛的德芬赢过学长 他便沾沾自喜 私底下也会有意无意地说 德芬王也不过如此 我迟早会比大顺强的 某次练习完 大顺问坐在旁边休息的志宏 你觉得我们的三分球 谁投得比较好 志宏不知大顺有何用意 于是带着戒心回答 干嘛明知顾问 当然是你 其实就命中率而言 大顺的确是高过志宏 但大顺却摇摇头说 不 其实是你 你有注意到吗 你每次投出的三分球 动作流畅 弧度又高 只要再多制造空档出手 命中率一定会比我高 大顺又说 而且我惯用左手上篮 但你左右手都擅长啊 从自己的假想敌口中 听到这番肯定 很鼓励的话 志宏心中感到相当震惊 此后 志宏不再将大顺视为对手 反而努力与他培养默契 两人成为球队得分重心 也鼓舞了整个球队的士气 缔造了连续几年的 军赛冠军传奇 感谢观看 我感觉到有很高兴的